回到小院,杨若兰和楚飞玲早已经等在那里,见儿子进来,两人都很严肃,很慈祥。 回来了,哎,说说。两口子道貌黯然,都是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,让楚洋心中暗暗好笑。 接下来的几天,楚洋分别去拜访沙新亮和秦宝善等人,大家欢聚了一番。 但是沙新亮和秦宝善都隐隐地告诫楚洋几句,千万不要相信执法者。 现在,执法者中隐隐地出现一种声浪,铲除楚洋。 对于这一点,沙新亮和秦宝善都担心至极,楚洋听了,信中第一个反应就是,原来法尊真的没死。 而且从沙新亮和秦宝善的话中听出,执法者总部对于东南执法者极度不满。 东南执法者中尤其对平沙岭分部更加不满,两人极有可能被调回去,目前已经有了这个意向。 而且东南总执法韩潇然也会在短时间内被调离。 后来沙新亮心事重重地对楚洋说道, 小兄弟啊,我们两个在这儿啊,你们楚家没什么事情,前段时间肖家来人找楚家找麻烦,也被我们用执法者的名义打发了回去。 不过我们要是走了,哎,还是转告楚老爷子,楚家以后要谨慎哪。 一顿饭,秦宝善和沙新亮都喝得酩酊大醉,不省人事。 楚洋将二人送回去,在执法分部坐了好久,才回到楚家。 沙新亮和秦宝善并不算什么好人,但是今日里说出这番话来,表露出的心迹,却真的让楚洋心头一暖,感动起来。 至于执法者要换人来整治楚家,或者说肖家要来找麻烦这样的事情,楚洋一点都不担心,有五绝城封月在这儿,这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大陷阱,恐怕就算法尊亲来,这里也是固若金汤了。 回到家,楚洋安安稳稳地住了一个半月,唯一有些怪异的就是楚家老祖宗楚孝心,对于这么多强人到来,楚孝心也居然只是前来打个招呼,就飘然而去,重新回到自己的小院隐居去了。 这份淡然让楚洋佩服不已,更让他想不到的是,对于楚孝心的淡然,五绝城和风月居然反而十分欣赏,而且三人居然开始经常过去跟楚孝心聊天,走动走动。 当然,更更让楚洋想不到的是,三人去得频繁了,楚孝心倒是烦了,这三人过去就和楚孝心珍藏的茶叶,终于有一天,楚老祖横眉立眼地将五绝城活生生地赶了出来,五绝城被人轰出来,非但不以为伍,反而哈哈大笑,从此以后去得更加勤了。 对于这帮老家伙之间的交往,楚洋是看得一头雾水,谁敢把五绝城赶出来啊,这天下间,恐怕就算九大家族也不赶吧,赶跑五绝城,一个不高兴,一仰手方圆数百里成为死地,谁能承受得起这样的后果啊,可是楚孝心就赶,不仅赶,而且是骂骂咧咧极为不客气地赶出来。 而且这样被赶走,五绝城反而更开心了,更加勤劳地一天三趟地往那儿跑,除了交徒弟就赖在楚孝心那儿不走了,对此楚洋是百思不得其解。 到后来,楚孝心无奈也就默许,有时候两个人就对坐喝茶,五绝城去了一言不发,喝茶喝半天,站起来就走,楚孝心也不送,自始至终两人都不说话。 风月有时候去了,也是一样,一言不发,默默喝茶。 对这种情况,楚洋隐隐地有些了解,但是也有些不能体会。 这是一种苍凉,这里乃是真正的事外。 五绝城曾经这样对同样好奇的楚乐儿说过。 没想到,楚孝心在真正的万丈红尘中,真真正正地做到一个世外人。 这些呀,你们还小,还不懂呢,也不用懂。 楚乐儿似懂非懂地转述给楚洋,楚洋站了好久,没有说话。 苍凉也是一种意境,尤其是经历了风云波涛之后,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后,都是幸存者面对面的那种苍凉。 彼此也不知道究竟是怀念,还是感慨吧。 一个半月之后,楚洋终于决定启程。 这次楚乐儿和莫清武都留在楚家。 只有楚洋,董无商,苗不通,三个人出去,连莫泪尔都留下。 众人都有些不舍,但是被风月和武绝城一句话,就是一锤定音。 年轻,不出去闯荡,成就一番工业,更待何时。 儿女情长能成什么大事啊,终生在平沙岭这样待着,迟早会被人找上门灭族的。 临走的时候,风月将楚洋带到一边,专门嘱咐。 你真的打算不要我们其中之一陪着? 风月柔担心地看着楚洋。 你现在跟九大家族可以说已经是势不两立,他们要是想杀你,纵然九大家族一次性损失了四五百至尊,可平均分到每个家族里,也不过是五六十位而已。 而且,他们既然能够派出这么多,那么看家的定然也会不少的,毕竟什么时候根基都是最重要的,就凭你们现在的修为,还真是不够看呢。 楚洋很严肃地回应。 我们要是跟着你们啊,恐怕真的就成长不起来了,然而不在生死兼魔力,无以成大事啊。 月灵雪默默无言。 要是你们真的要出去,那就要随时有逃命的准备,而且千万千万要小心几个人。 月灵雪沉默好久之后,才开口说道,拿几个人。 听你所听,想你所想,畅想听吧,你的快乐私塾。 NW.CXP8.com 沉与沐阳不悔见,秋夜春波聚迎风。 苍穹天下咆哮起,回首已是夜沉沉。 月灵雪一字字地念出一首诗来。 这其中有九个人的名字。 九个人就是当年九节的儿子,一首创立九大家族的人。 他们虽然都已经万年不出世了,但是一旦出现,诸葛苍穹的厉害你也尝过了吧? 而诸葛苍穹就是这其中的苍穹。 那另外几个人是? 肖家肖晨宇,灵家灵木阳,蓝家蓝不悔,叶家叶秋夜,厉家厉春波,陈家陈英峰,诸葛家族诸葛苍穹,石家石炮肖。 当然,这其中的第一高手,乃是叶家的叶陈陈。 你来,我好好地跟你说一下这几人的习性,长相,习惯,声音等等。 一旦遇到他们,千万不要暴露身份,能走多远,立刻走多远。 好,楚阳和董无商瞄不通跟着月灵雪进去,宁神聆听,将月灵雪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地记住脑海。 九大家族的第一代祖先,九大家族创始人,其中有几个人是月灵雪也需要慎重介绍的人物。 楚阳听完了介绍,终于有些印象,忍不住很是有些郁闷。 二族们都死没了,一族没有出来,杀光了这些总不会再出什么特族了吧。 那是绝对不可能再出什么特族了,月灵雪很是有些意味深长。 不过,你想要杀这些人,可不容易啊,非常不容易。 他眯起了眼睛,起码在你变成七八节之前会很难的。 楚阳一脸黑线,深深地感到自己在这些天里,一语风月闲聊就开始聊心机什么的。 现在,原本那么单纯耿直的月灵雪,居然也开始玩心眼了。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。 退了出来,苗普通很是大惑不解,挠着头皮。 老大,难道我们想要杀那几个老家伙,还得先把你砍成七八节不成? 这句话我是真心地不明白啊。 难道老大爷有不死不灭的本事? 楚阳一脚踢过去。 滚! 我又不是鸟! 我也不是鸟啊! 苗普通委屈至极。 我哪儿像鸟啊我? 董无尚面无表情, 裤裆里像。 苗普通大怒, 你裤裆里也像。 楚阳一声怒吓。 吵什么呀? 男的都像, 滚边去! 转过头对董无尚痛心疾首地说道, 无尚, 你那个像不像应该让莫雷尔看啊。 董无尚瞠目结舌。 老大你! 我回去准备了。 楚阳怂怂肩走了。 苗普通几眉弄眼儿捅捅董无尚。 哎, 雷尔姐看了后说什么了? 董无尚黑着脸。 你雷尔姐说呀, 哇, 真像一只不死不灭的凤凰。 苗普通勃然大怒, 怪叫一声一拳一脚过去, 两人顿时就翻翻滚滚地打成一团。 正好莫雷尔走出来, 诧异地问道, 你们干什么呀? 一天不打架就难受是吧? 苗普通叫道, 雷尔姐, 这混蛋说你说他的。 董无尚大怒地扑上去, 闭嘴! 挥拳痛殴。 苗普通挣扎着要说, 董无尚拼命阻止。 莫雷尔一脸一斗。 当天晚上, 董无尚被莫雷尔痛揍了一顿。 莫姑娘很生气, 也很委屈, 狠狠地收拾。 我啥时候看过了我? 三天之后, 楚阳, 董无尚描不通, 辞别亲人, 在泪眼相送之中, 三人三计, 从楚家大门口出发, 旋风一般消失在平沙岭的长路上。 老大, 我们这次要去什么地方? 西北。 西北? 多远啊? 距离此处四万七千里。 这么远啊, 这路上肯定会很好玩的。 对啊, 你这不死鸟一次次的死去活来, 肯定会很好玩的。 三个人快马加鞭, 出了平沙岭。 此刻已经是春暖花开, 大地一片葱葱绿绿, 放眼天涯, 尽是春光灿烂。 三个人都有些愁愁满志, 苗不通和董无商两人都很振奋。 这一次, 那是中三天之后,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老大并肩闯荡江湖, 驰骋在这上三天。 楚阳居中, 董无商在左, 苗不通在右。 兄弟三人的背脊笔直, 身下马如龙, 沉颜滚滚, 消失在大道尽头。 西北, 我来了, 风雷台, 第五节九节见, 我来了。 依然是日夜兼程, 仍然是观山杜若飞。 这一路走去的景色, 与楚阳上次出东南没什么两样, 但是心境却已经天翻地覆, 上一次乃是怀着对未来的位置惶恐和忐忑, 这一次却是愁愁满志。 万药大典之后, 天下间谁不知道楚阳, 天下第一要师楚阳, 九大家族, 谁不知道楚阳, 九节建筑之外, 排名第一的潜力敌人。 一路上, 楚阳三人一路谈笑, 一路回忆。 第1021集到此结束,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